以下推荐的都为中国大陆的电视剧,一,卧底归来,鲍玉林绅士是一名潜伏的贩毒团伙里的卧底警察,经过多年的调查和搜集证据,终于端掉了一个毒窝,本以为能够就此告别不见天狱,担惊受怕,的生活回归警队的宝玉,却接到了另一个人物,又一个贩毒团伙正在迅速壮大, 并且和之前他卧底的那个团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,毒败投资的女儿唐伙李沁,是,遭到仇在绑架,索性得到宝玉的出手相救,宝玉因此得到了深入敌后的机会,然而他的真实身份却屡屡面临遭到曝光的威胁,为了保护宝玉的安危,局长房庆龙张嘉义,是,派出了侦察员秦苑笛天灵,是,暗中之缘, 在秦玉阀,忠诚与道义的道路上,宝玉越走越远,二卧底第一季,第二季干句讲述了卧底大陆, 达子在金三角地区最大的两家制度团伙,中潜伏的血雨腥风和兄弟情义,以及最终做出牺牲成功铲除制度团伙的故事,达子作为我方派去华仔制度集团的外交技术人员,一年前被招天义,派往金三角华仔手下做卧底, 没想到身份被华仔识破,达子唯一中杀掉新型毒品配方的制度师,由此成为整个金三角唯一掌握新毒品配方的人。 基于此,华仔非但没杀达子,而且立高额代价跟达子达成协议,同时让达子杀掉一同卧底进来的战友,并跟达子结外的兄弟。 达子从此被斩断后路,切勒心跟华仔维吾,渐渐跟上级组织失掉了联系。 三,真爱的谎言之破冰者,一个装有冰毒的快递,打破了都市白领潭豆豆的平静生活。 季建元是千年前逃婚的男友建元,豆豆在去往警局的路上逃脱,直奔包括寄来的城市海滨寻找建元,建元是警包侨然等监控中的嫌疑人。 涉嫌用派卖交易,为贩毒集团洗钱,豆豆舍不了这斗感情,打定主意要带他走出黑暗重新做人。 其实靳远的真实身份是警方刘局派遣打入贩毒集团蔡炳宽,坤叔内部的卧底,面对豆豆的热情,他不得不冷言以对,期望他早日放弃自己脱离危险。 同时他还要应对毒贩们的挑衅与考验,而乔梁一发现女友黄新月霸把黄队室内鬼,最终,建元和金毒大队用鲜血的代价,取得了战斗的胜利,捣毁了犯罪集团。 4、鱼醉第一季,第二季可惜不停播了,有资源的不妨去看看,挺好看的,超级网剧鱼醉由新立专媒联合爱奇艺共同制作。 5、张瑞指导,总监制于苗,编剧沈荣,张世洞,江无极,改编自长书新同名IP小说于罪,由张一山,无忧道领衔主演,该剧展述锦校学生于罪,从一场特殊的学报开始,进入了生活和社会矛盾之中,且在成为一个卧底后遭遇各种惊险事件的故事。 5、猎毒人该剧讲述的高智商,高血力的化学工程师吕云鹏,因亲情触发,只身前往西南边锤,在禁毒干警的保驾护航下,潜伏进入黑暗艰险的贩毒网络之中,与形形色色的毒贩斗智斗勇,一路追查幕后黑手,指导金三角贩毒集团楚门的核心,经历九死一生,最终配合警方将楚门连根保起, 成为一名公式卧底的故事。 6、活着再见 毕业前夕,真孝生秦川与明智,入选神秘的特案组,在经历了一系列的任务考验后,潜传接受了上级命令,前往金三角执行秘密任务,与新大道成建帮,一起接近金三角三大毒枭之一周亚迪,明智的任务则是接近另一个大毒枭胡经。 7、致命追踪,攻入敌方数据网站,用高科技意气破解密码索,驾车在马路上躲避追杀等初期的场面,平常都是电影男性角色的绝技,致命追踪却一反常理。 把这个高科技含量的角色设置为女性角色,而且还是女主角。 剧组在为这一角色选演员的时候,并没有像大家猜想的那样选择杨刚系的女演员,而是选择了北影笑话笑音,由北京永立胜市影视投拍的警备敌战战剧《致命追踪》,讲述的是一个警备敌战斗志斗勇的故事。 卧底警察展朝阳前永城市,被指派调查一起毒品制造案,华山为快递员的他在调查过程中,遭遇到警备两帮的追捕和围杀,不能料明身份的他只能依靠自己去破解重重迷索。 在这个时候,他的好朋友朋友丁齐,小音士被牵扯进来,展朝阳既要保护朋友,又要卤避两网追杀,经历了多次遇险,甚至被活埋。 在他的努力下,毒品二的真相渐渐冒出水面。 八、刀锋下的替身,本剧讲述了一个击毒英雄的故事,由中国著名导演杨一致指导,姚正等内地明星主演,某是击毒大队队长陆安明退休在即,而此时他的小儿子却因毒贩而涉及吸毒致死。 陆安明在层层包茧的调查过程中,发现定内外毒销正向互勾结与构建新型毒品的运输与销售网络。 临近花甲的陆安明,毅然警示催迟退休至摧毁毒贩的计划。 狄大爱果在明的局面,使陆安明频频收挫,陷入了家破人亡的绝境。 当他终于发现了老对手龙叔之时,他将计就计不下了连环局,毅然决然让大儿子陆海成功打入了贩毒集团内部。 陆海的便捷给他的爱人,母亲带来了极大的痛苦,他自身又何尝不是伤痕累累?陆海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和情感折磨,面对各种诱惑不畏所动,信念坚定。 他机智灵活地利用毒贩内部的勾心斗角逐步上位。 在陆安明的配合下最终以生命为代价,将龙叔为首的贩毒集团及销售网络彻底摧毁。 九,法广追凶,第一季,第二季,第三季,海州市公安局长遭遇枪击,昏迷不醒。 原省公安厅行政处处长前锋令威授命,空降海州任代理局长之职。 在副局长胡克坚和刑警队长赵孟南配合,下队染将安展开全面调查。 杜大号市前锋几年前有意安插在海州黑势力中的卧底,之属盛厅领导。 随着调查的深入,新的命案再次发生。 海州市经济命脉已然被无形黑手所控制,毒品交易,暗潮汹涌。 田丰一再遭遇恶势力威胁甚至栽赃险害,决定开始启动卧底计划。 一直深前黑社会内部的杜大号则与田丰单线联络,承受重重压力与误会,重判亲离,九死一生。 赵孟南不见杜大号身份,针锋相对,最终,杜大号与田丰里应外合,和赵孟南通力配合。 离经重重艰难险阻,与恶势力斗智斗勇。 他们交出公安局内鬼胡客街,讲盘聚在海州市的黑恶声,事不两立。 事不两立是一部当代事案情裁剧。 事不两立电视剧全集讲述的刑警梁绍峰是一名警察烈士的儿子。 他在一次突发事件中,揭开了一起隐藏很深的错综复杂的跨境贩毒案。 此次行动中,梁伤峰与战友记卧底警察联手,精心安排,机智勇敢,在经历生与死,血与火的较量中,将前逃的幕后黑手击犯罪团伙团员纷纷抓获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